台北股市 它是有量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台北股市 我們在上個禮拜我就談到 它已經沒有在指標背離的問題 因為它量的沒有出 但是它的KD指標 日KD指標 在指數創新高的過程 它也同步的去創下了一個新高 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 當你的日KD指標 來到指標80之上 它稱之為高檔的過熱區 高檔的過熱區不是不會漲 它還是可以漲 但是你必須符合 同步的符合兩個條件 有價有量方可頓化在供 所以可以發覺到 在今天的量 已經是2342億的量人潮 它這個量 它是已經供過了2234億 所以它是符合的 可是如果你要持續的供 你就要持續的出量 持續的出量 這個部分裡面你才可以留意 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之前談到說 台北股市因為你在這邊裡面來講的話 你已經沒有辦法預設立場了 它可以一直有量 有價 頓化在供 就像美國它就是一隻兔子 它供過了半年線還在供 我們台灣股市裡面就是落後的烏龜 現在才開始供季線所在的位置 在這種過程中 我們就不用去預設 你到底要怎麼樣供 你只要看到有量有價 它就是頓化在供 你做短的人很簡單 你是按照日KD指標 它高檔上面要交叉向下了 你就短賣 你就去做賣出 就去做減碼 你中線的週KD指標 它會不會因為短期的 日KD指標的修正 而變成交叉向下 它不會 所以你在這種過程中 你就要記住說 你這邊裡面 還是可以去偏多操作的 可是你在這邊 也必須要小心的去應對 KD指標在高檔上面的問題 因為指標不可能永遠都在 高檔的過熱區 它總有一天 它還是會修正的 可是你的中線上面的多頭 它不會改變 所以在這個過程 你就可以用 在極短線 如果你的KD指標 還是在高檔 它還沒有修正到低檔的過程之中 你的一個操作 你的持股比例就是 採取一定的持股比例 有買 有賣 不要增加持股比例 在KD指標 在指標已經到92的時候 現在不是只有80 現在KD指標已經到92的85 已經是92的85 所以你就要保持有買 有賣 不要增加持股的比例 你中線上面沒有話講 它還是多頭 為什麼跟大家講這個原因 你可以發覺到目前的季線 這條季線是向下的 因為你往上走 它可能會跟整個美國股市一樣 它也隨時會有個向下的牽扯力 但是它度過了這一邊 這一邊大概是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它的季線會向下走 所以你隨著時間的過去 你的中線上面來講 不會出很大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是做中線的人 雖然一條軍線 一條軍線慢慢的要向上扯 把它扯為反轉向上 它需要一定的時間 但是在目前台北股訊 它出現了很多的機會 我說這個機會就是我們台灣 其實早就應該有這個機會 只是在當時候的一些的 財經報紙上面跟媒體上面 把我們的台灣的利空 照三艙餵給投資朋友 當你在整個市場上面 投資信心比較缺乏的時候 你一定就會變成落後的一隻烏龜 在這種過程我就跟大家講說 你大概幾件事情 你這邊裡面來講話 可以看得出來 我就跟大家講過 我今天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你只要記住 做短的人日KD指標 高檔交叉向下 你可以短賣 KD指標還在高檔 還沒有修正完成之前 持股比例不要去做增加 中線的人就不用過度擔心 用資金切割 回測中線的支撐 譬如說月季線的時候 你都可以去做加碼 我講完之後我就跟大家講 這個就是台北股市 在最近反彈的一個理由 還有不是只有這一檔 你可以發覺台北股市 在最近裡面 從上個禮拜四 禮拜五到今天 大概就是流行全值個股的反彈 它穩住了指數 跌升的個股去做一些的反彈 在這種過程之中 全值個股的反彈是因為 譬如說我舉例成熟製成 之前為什麼聯電從70幾 啪啪啪啪啪啪 跌到30幾 它基本面有沒有出現問題 當然 我已經跟大家講 當然會出現問題 股價是反映未來 可是它從70幾跌到30幾 這是腰斬以上 可能打了整個一個所謂的 五折不夠 還打了四折對不對 基本上來講問題它的衰退 它是一個階梯 一個階梯 一個階梯式的衰退 大概從今年的下半年衰退到明年的上半年 都是會衰退 可是問題你的股價是這樣跳水 你跳水的過程中 你的景氣是一個階梯一個階梯 所以當這個時間人在公佈半年報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這一類型的個股 它本益比很低 所以它可以去進行個反彈 就像美光一樣 美光是記憶體 它財報本益比很低 但是它這一波裡面有反彈25% 我們台灣的成熟製程 為什麼不能反彈 我們的驅動IC裡面來講 上半年半年報也很好 為什麼不能反彈 另外一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也看到了一些事情就是說 譬如說這是Apple Apple已經這一波沒有跌 Apple已經在美國股市 幾乎是股災的過程中 它是沒有跌 它還是能夠創高 去漲了將近30% 但是我們台灣的蘋概個股 有漲30%嗎 我們台灣的蘋概個股 不但是有跌 這一波的反彈都不一定有30% 除非像台積電 這個已經接近30% 你再來看看NVIDIA NVIDIA就是我說夠神奇 跟美光一樣 把未來的財測已經告訴你 我達不到了 很抱歉我到不了了 而且我的整個一個 未來的獲利的預測值 隨著NVIDIA跟PC的不如預期 還有電競 遊戲不如預期之下 我都不會太好 結果它反彈 這邊已經反彈了37% 掉下來之後又反彈 我就跟大家講 回來了 它又反彈到相對的高點 我就跟大家講說 在這種過程之中 你就去留意 我們台灣的ABF 譬如說3037的星星 在當時候 人家已經反彈4成的時候 它是趴在谷底 8046的一個南電 也是趴在谷底 一直到最近 它才開始反彈 但是有反彈那麼多嗎 這些都算 人家蘋果是沒有什麼跌 還可以漲了將近三成 這種跌深的揮打 跌深的美光 可以反彈那麼多 我也跟大家講過 這是桑炮 桑炮就是太陽能 你們也不要跟我講說 美國的桑炮比較賺錢 胡說八道 美國的桑炮也沒有賺什麼錢 可是股價是不是在反映未來 對不對 譬如說NVIDIA 它現在是不如預期 可是NVIDIA 明年的第一季 它會有新平台 在這種過程中 桑炮就是美國 在最近裡面來講 它提出一個法案 就是降低通膨的法案 這裡面就有分成什麼電動車 捷徑能源 太陽能的補助 你裝太陽能我給你補助 然後稅我也可以給你減免 但是我今天裡面要談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今天裡面 台灣的新聞比較沒有談到 可是可能在下午之後 晚上或是明天可能會談到的 中國大陸的股市 中國大陸的股市在今天裡面來講 又開始震 為什麼又開始震 結果中國大陸 它其實它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它基本上它想怎樣就怎樣 現在大家應該知道 距離10月份又很接近了 現在是8月 也就是說它現在又不想要讓空氣太過汙染 它不想讓空氣太過汙染 要去接續到它之前 它講的一些的政策 譬如說碳中和 所以它就開始又下了一個命令 這個命令就是說要限電 現在又要去做限電的動作 這個限電的動作裡面 它譬如說今天的報紙上面 可能就有談到四川 四川 浙江 尤其四川的部分 這個四川當然有我們一些 台灣NB的公司 或是鴻海旗下的子集團 子公司 但是我覺得我們都不用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台灣早就被 中國大陸裡面來講話 一下子封城 一下子限電搞了幾年 很多年了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還好 尤其是我們台灣在歷經的 第二季是不是有個封城 當然有些公司的營收 它也不如預期 可是問題是在大家最害怕的 譬如說車用是很耗電 譬如說PCB是很耗電 結果人家交出 都是比市場亮麗的成績單 我講這個部分 就是大家稍微去做結合 如果四川 浙江他們又限電 每一年就搞這一次 所以它一定在未來裡面來講話 有很多的台商會從中國大陸出去 越早出去的 隨著美中貿易上面的問題 它會有轉單效應 第二件事情我剛才講 俄羅斯攻打烏克蘭 它基本上而言 歐洲本來就會開始加裝太陽人 這個部分裡面來講話 配合到美國的這一次 降低通膨的政策 對節能綠能是有利的 我再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我們的台灣 很多的公司在之前的封城 限電 這不是第一次限電 每年大概8月9月 很接近10月的時候就會限電 因為大陸有一個很重要的會議 這樣講白點 很重要的會議在後面 所以習近平先生要非常有面子 就是碳中和 就是不能夠大陸的空氣太過汙染 在這種時間點裡面來講話 你一去做結合 因為未來這個公司可以接多少單 完全是在於它的碳中和 這是全世界的規定 這叫ESG ESG的道理就是你要注重環境 公司治理這一方面 這個部分裡面它就會跑出來 除了太陽能 另外部分來講話就是除能 因為你限電 我就必須把你的電除能 除能 這個部分裡面我們台灣就做得很好 未來很多來講話 很多企業就會搞清楚 要除能 配合到太陽能 所以綠電相關的概念 可能在最近又會夯 又會夯 這是我自己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講說 像太陽能 不管是在元晶 安吉或是聯合再生 他們上半年的半年報 真的很爛 我告訴你真的很爛 你也不要告訴我 上炮真的很好 一樣不好 但是在這樣的政策 在這樣的轉單 在除能的概念 這樣子一下去之後 可能短期裡面 因為我們必須要承認 台灣的經濟的調整期 跟全世界的經濟庫存的調整 會到明年的上半年 所以它會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 它的題材性 它是不一樣的 在之前的太陽能 可能只有這個我剛才講的 歐洲增設太陽能 它的電磁模組 再過來就是美國的財政政策 再過來就是台灣 台灣基本上下半年 它的售價 售價的價格上面收購電價 也會收得比較多 再加上這一次 剛剛才公佈 今天才公佈的 中國大陸要去做限電 你可能綠電的概念 個股裡面 你要稍微去做一些的 一個留意 所以你可以發覺到 幾檔個股 這是6443的元金 拉起來 這個拉起來 也是完成了一個小底型 3576的新日光 還沒有公佈財報 你看它也是在一個底型裡面打 6477的一個安極 也是打出一個底型 3691的碩核 有沒有 都是一個底型 我沒有跟你 叫你講說看到那個已經漲很多 但是當你看到 桑炮漲8成的時候 也沒有賺什麼錢 桑炮它可以漲8成 你就知道台灣有些的公司 它是落後的 而且太陽能的獲利 今年的上半年是最差的 今年裡面還好 明年的獲利是今年的一倍以上 再過來到2023年 它還是可以去做成長的 所以這個區塊上面來講的話 我個人認為 因為你講風力發電 美國沒有風力發電 歐洲也沒有什麼講風力發電 你講這個限電的一個問題上面 那就是除能跟太陽能 這個部分裡面你稍微去做留意 太陽能已經剛剛跟你講很多檔 除能大家可能比較耳熟 想像什麼系統電 新勝利 什麼高利 這一類型的 可能跟這些是有關係的 你自己稍微去做一些的留意 我剛才談到這個消息 可能在未來短期之中 它發酵的一個能力 所以在這種過程之中 是不是告訴大家 你要不斷的 隨著時空環境的不同 去調整你的投資組合 因為跌升的個股 從上個禮拜四之後 上禮拜四 禮拜五到今天 很多跌升個股漲起來 尤其如果又接近到8月底 9月1號到9月10號 公佈8月份的營收 他們又會消轟 所以如果你很有耐心 譬如說你要做跌升的個股 我剛才講的什麼驅動IC 還有一些IC設計個股 還有NB的 PC的 你很有耐心你 上去個兩三天 今天是第三天賣一下 拉回來的時候你再接一下 你用這種方式到明年第一季 我覺得是OK的 我覺得OK 可是你要很有耐心 每一天要看盤 每一天要在這邊操作 因為美國股市 這些跌升股都可以反彈 台灣當然也可以 可是如果你要去選擇 你的未來性 譬如說你選不是只有選 這幾天的反彈 你要選到整個9月份 要公佈8月份的營收 你要選到明年裡面 要比今年好 因為明年比今年衰退 比比皆是 我跟你講真的是比比皆是 所以在這種過程之中 調整投資組合 是2022年要成為贏家 現在已經是下半年 當然就是2022年下半年贏家的 觀眾朋友 你就趁著廣告時間點 打電話進來 你好 歡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如果我們姑且不論 中國大陸限電上面的問題 主要在四川這邊的一些公司 上面而言 我覺得還好 因為有很多是NB公司 它基本上來講本來就是淡季 所以它限電一下 我就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如果是鴻海集團 鴻海本來就分散到各個地方 你四川線我在別的地方生產就可以 可是如果說以四川當地裡面 來看的限電 會產生供給面的減少 大概分成所謂的細的材料 或是電磁 應該說電磁芯的部分 芯片的部分它也會開始 電磁芯片它也會比較減少 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我覺得我們的台灣裡面來講 應該是屬於一種題材性 因為我們的太陽能跟他們 本來就是屬於競爭性的 大家自己留意 如果以中美開始 這一次整個美國 開始說降低通膨 它有捷徑人員 有所謂的電動車 各方面的一個部分 可能來講比較有在美國 已經開始去做一些的 送件放量的部分 援金 聯合再生 如果我們可以談到其他的部分 像歐洲的部分就很多 這是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的選擇 我覺得太陽能最壞的情況 就已經過去了 這是從報價裡面告訴大家 不然的話 你知道商炮沒賺錢都可以漲八成 我們台灣裡面來講的話 有漲那麼多嗎 沒有 對不對 看有沒有漲一成兩成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過程中 自己要去做留意 我也跟大家講 儲能的部分很多 什麼大同 5309的系統電 2371的大同 這也是儲能 5309的系統電 你看這個頭線也是賣到最低點 還有4931 新勝利這類型 這個都是屬於 無能的概念個股 自己去做一些留意 另外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就說上半年不好 除了剛剛談到太陽能 下半年會好之外 另外部分就是低軌衛星 低軌衛星就看你的選擇性 毛利比較高的話就是在森達科 他說可是森達科你說 老師你說下半年會比較好 可是我看他的營收 8月份的營收 應該說7月份的營收 是比6月份衰退 不用擔心 他遞延到8月跟9月 他的營收會比第二季成長适成 也就是說他極有可能 還會再創歷史新高 211.53是歷史新高 我估計 我個人估計 就看觀眾朋友自己的想法 我估計他會再創歷史新高 這個部分裡面來講 今年大概6塊多 明年會到所謂的10塊錢以上 因為他的毛利率非常的高 所以他不能夠像其他的低軌衛星 或是網通個股裡面 那麼低的本益比 基本上法輪會抓20倍的本益比以上 而且會以明年的獲利預估值 這是大家自己留意 至於在軋空的個股裡面 還有一些的個股 譬如說宏達電集團 你家就是不跌你要怎樣 你說你不賺錢 你空他他不跌 他就是唯一的方式 就是你要看到他什麼 資券銅減 跌破重要區間 龍券認輸了 這個才會出來 以我個人 我當然不會去買宏達電集團 因為他就是在軋空 所以這個部分裡面 元宇宙的部分裡面 它跟鏡頭比較不一樣 鏡頭可能跟車用鏡頭 跟穿戴式的鏡頭上面 它是有關係的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在鏡頭的個股 其他宏達電集團 你就是完全按照技術面 它去做一些的操作 我今天來講話要延續到 我上個禮拜我談到的網通 其實網通在今年裡面來講 因為現在是公佈半年報 有些公司半年報很好 它雖然下半年不好 但是半年報很好 它可以有時間去做反彈 我剛才講的很多的 像驅動IC 像一些IC設計個股 它都是如此 還有一些原物料 可是它後來會不會衰退 會衰退 而且衰退到明年 所以在這種過程中 你這個時間點 你的網通族群 你的資金會被分散掉 分散到那跌升 可是越接近公佈營收的時候 它又會集中起來 我剛才有談說 你在大陸裡面來講話 目前在美中台海危機的過程 一定大家都會去想 你如果沒有在海外去做設廠 你這次限電怎麼辦 你未來裡面封城怎麼辦 到現在裡面限電跟封城 還是只有大陸會這麼做 所以我在網通的質詢 我就跟大家講過 像3596的資益 它EPS因為第二劑不如預期 毛利過低對不對 3596的置益 可是你跌到今天 也不要去做殺低了 為什麼 因為它就算是8塊 應該8塊多 就算是8塊 它的第三季的營收也會成長 8塊的15倍本益比 也有120塊錢以上的一個價值 明年還是一樣會9塊多的10塊 你擔心什麼 你何必要去殺低 像這種股票本來就是 相形的下緣 你自己去找一些機會 那置益的部分我沒有 我是跟大家講 那5388的中壘是在之前 法人今天就跌了 今天開始去做補跌 但補跌之後對你而言 是一件好事情 那我在之前講 第一個你今年是7塊多 所以我們抓最低好了 7塊把剩下的刪掉 其實應該是7塊4 7塊2到7塊5左右 那你這樣子的話 你就是15倍本益比105塊 所以你不能購買在105塊以上 可是它現在跌下來 第一個它距離今天的最低 97半距離105有一段距離 那第二件事情 因為它在菲律賓的設廠的產能 它是未來中國大陸的產能的兩倍 所以它會有很多轉單 那假設這樣子的一個轉單 每一個月60億起跳 你就知道它第三季 一定比第二季成長 那從這樣的一個角度 配合到整個菲律賓廠的產能 擴充出來 明年10塊錢 那你覺得這個過程中 你先不要過度最高 再以明年的10塊錢 來看它現在的價格 你有沒有機會贏錢 這就是你的一個思考的一個邏輯 所以短跟長思考的邏輯不一樣 這是投資朋友 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留意的 有時候股票殺下來 已經有明年長信上面 更大的空間讓你去做佈局 你應該要好好的把握 所以趁著這個時間點 跟著鼠方一起調整投資組合 讓自己有機會成為 台北股市2022年下半年真正的贏家 跟上我們在盤中全新的一個操作 打電話進來 忽然省試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